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要做这么一个人点关键点检测的项目 咱们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从头到尾的去实现它 那么首先咱们要说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咱们该怎么样制作好这个数据源 那么首先大家先来看一下 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数据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可以看到就是说咱们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数据 它是一个xxx.gpg都是一些图像的文件 然后对于这些图像的文件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的人脸是趋于在一个图像中间的位置 咱们的图像一个主体的部分就是咱们的这些人脸 那么下面咱们来看一看对于咱们的图像 咱们有哪些给定的label值呢 这个文件是咱们最关键的一个文件 因为在这个文件当中包含了咱们所有想用的一个信息 我们就把这个文件叫做一个label文件 咱们来看咱们的label都有哪些东西 那么首先咱们来看对于这样一个什么什么.jpg 也就是说随便对应于任何一张这样的一个图像来说 咱们都有一些给定label值 咱们先一个来说咱们给定label里的这前四个值 咱们这前四个值这个84 161 92 169 这前四个值呢表示的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图像当中啊 人脸的框是在什么位置是吧 我们可以用四个坐标值把这个人脸框来表示出来 左上角和右下角是吧 咱们先要把这个人脸框给表示出来 也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啊可以利用人脸框的一个坐标 然后呢后面啊有个什么106.25 107.75 以及146什么后面还有十个坐标值啊 大家可以数一下1234567890 一共啊后面还有十个坐标值 这十个坐标值啊 就是咱们一会儿主要要利用的一些关键点的坐标 比如说这个106.25和107.75 它可能表示的就是咱们左眼睛的一个坐标 然后呢因为啊咱们一会儿要判断的是五个关键点 所以说呢在咱们的文件当中啊 一共有十个坐标 十个坐标呢意味着有五对 这五对啊分别是左眼睛右眼睛还有鼻子 以及呢左嘴角还有右嘴角 一会儿啊咱们就要利用这个TST文件 制作咱们的这个数据源 那么现在咱们再来说一句 咱们要做这么一个回归的任务 我们看咱们现在给定label是什么 咱们之前啊说过了这个RMDB啊 给大家讲过一个人脸检测的算法 咱们在做这个RMDB数据源的时候啊 咱们做的是一个分类的任务是吧 分类的任务来说呢 就是说前面是一个你的图像 后面是一个你的给定类别 比如说012345678是一个类别值 那么咱们现在要玩的什么 咱们现在要玩的是一个回归的任务啊 我们看回归的任务来说啊 它后面不是一个123456了 而是一串子坐标啊 这一串子坐标咱们该怎么样给它存 给它存起来 然后让卡贝亚给它读出来呢 一会儿啊咱们要讲一种数据源 叫做HDF5 那么这个HDF5数据源啊 就是说大家其实不用关心它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只需要知道HDF5这个数据啊 是卡贝用来做咱们多label问题的 我们什么叫多label问题啊 咱们要预测的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类别值了 而是现在咱们要预测10个坐标值 所以说呢 咱们要完成这么一个多label的预测 那么对于这种多label预测的问题啊 咱们要使用这个HDF5这种数据源来制作咱们卡贝的一个输入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从这个代码上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制作这个HDF5数据源 好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代码啊 就是说 之后啊 会把这个所有的代码以及啊 模型还有咱们的数据啊 以及label文件啊 就是说咱们课上所讲的东西啊都会啊原封不动的给大家 咱们任何通学啊 都可以拿这个数据 拿这个模型 拿这个代码实际的去玩一玩 所以说啊 对于这个代码来说啊 咱们就稍微讲的细致一些 我会把咱们怎么样制作数据源啊 怎么样代码的一个流程啊 会给大家讲的非常详细 那么咱们现在啊 就来先说一说咱们这个HDF5的数据啊 咱们该怎么做 那么这里呢 首先啊 咱们先需要引入几个比较关键的包 我们看 我这里导入了一个CV2 这个CV2啊 代表的是咱们这个OpenCV啊 OpenCV大家应该都熟悉 咱们一会儿啊 要用OpenCV 借助OpenCV啊 给咱们封装了一些图像的变换啊 咱们要用这个CV2这个包 然后呢 咱们不是要做这个HDF5这种数据格式吗 所以说啊 咱们要把这个HD H5PY这个包导来 咱们一会儿啊 要借助这个H5PY这个包 来制作啊 HDF5这个数据源 然后呢 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NUNPY啊 NUNPY不管啊 咱们用什么啊 咱们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下面的这些啊 就是咱们可能会用上的一些啊 写好的一些函数啊 咱们边讲边说 那么首先啊 我这里定义了两个文件夹 我们来看 这个春文件夹 咱们来看一下吧 对于这个春文件夹啊 我们来看 它的路径是什么 在TYD下载 CNFaceData 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CNFaceData 对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春文件 春文件啊 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啊 要到哪儿去读这个数据 咱们来看 咱们的数据量大概有多少 好 第一个文件夹大概是5000多张 第二个文件夹是大概7000多张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的一个数据量啊 大概是13000啊 一万2000多 一万三那样吧 咱们现在有大概 一万3000张数据啊 咱们一会儿 就是说训练网络 就用这一万3000张数据 春是指咱们的数据啊 存放在哪里 这个output呢 指的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啊 不是要做这个HDF5的数据源吗 咱们做好的这个数据源啊 要保存在什么的位置啊 这个output啊 就是说咱们保存的一个路径 然后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先从这个命函数看起吧 咱们的入口函数 命函数啊 我们看 先指定了一个H5Path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用这个H5Path H5Path啊 就是说 咱们HDF5啊 存在哪里 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关 都不是一些关键的信息 咱们从这来开始看 首先第一步 咱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第一步咱们要产生这个 Generate HDF5 咱们进入这个函数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第一步要做的事 Generate HDF5 也就是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啊 咱们先来看 它第一步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接来讲解啊 咱们就是说 可能啊 咱们直接看这个代码啊 比较看着不是那么清晰 那么咱们啊 就是实际的debug一遍啊 咱们一行一行的debug来看一下 咱们这些代码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么现在啊 因为我只是开了一个虚拟机啊 这个虚拟机有点卡的过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debug一遍 就是说啊 如果说大家有条件 还是推荐大家啊 整那么一个台式机 或者说搭那么一个服务器 最好啊 使用无邦兔系统的 因为无邦兔系统啊 其实用起来比较简单 也比较方便 我这个啊 因为要给大家演示这个东西 所以说啊 实在没办法去连服务器 因为啊 咱们一连到服务器啊 只能通过一些命令 好像的显示啊 没办法给大家看实际的页面 所以说啊 迫不得已啊 我就搭了这么一个虚拟机 来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演示的操作 我可以看 就是说 我现在的笔记本啊 是一个8G的内存 那么8G内存啊 我给这个虚拟机啊 分配了2G 分配2G来说呀 还能跑得起来 但是呢 有点稍微的卡 如果说大家能忍这个东西啊 大家也可以用虚拟机来玩一玩啊 如果说大家不能忍啊 最好大家就是 搭这么一个 搞一个台式机 台式机啊 也不是很贵 现在台式机啊 越来越便宜了啊 有条件 大家还是拿台式机来玩 好 那么下面啊 咱们多说一点东西 咱们来看咱们的代码啊 第一步咱们来看 第一步咱们先 我们来看这个函数啊 叫什么名字 它叫做 get data from tst 我们看 from的这个tst啊 就是咱们刚才 给大家看的这个label文件 也就是说呢 第一步咱们需要 从这个label文件里啊 获取到一些 咱们想要的东西 咱们来debug进去 对于这个 Eclipse来说呀 先不说 Eclipse这个事了 大家就是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种IDE吧 Eclipse也好 PYCharm也好 我是推荐用这个 Eclipse这个东西啊 它的界面来说啊 比较简洁 可以看 我这个界面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洁 那么之前啊 我也是用过那个 叫做PYCharm的一个IDE 相对来说啊 我就不太喜欢那个东西 为什么 它的功能比较多 我一般啊 比较懒啊 不喜欢 不喜欢使用 那么功能比较多的东西 好 那么咱们来看 就是说 对于啊 咱们get data from TIT 在这里啊 咱们看 咱们从TIT里啊 取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首先呢 我先要把这个TIT啊 把它的名字拿到啊 这个东西没什么重要 我们打开了这个TIT 然后呢 进行一行一行的读取 我们看 这个Lens等于 这个FD.Lens FD啊 就是咱们的 给文件起个别名 叫FD 咱们要把它进行 一行一行的读 我们看 这有一个result 是咱们一会儿的返回值结果 一会儿呢 咱们就会看到 咱们要往这个result里啊 添加什么样的信息 我把它往下拉一拉 这回稍微显得大点了 然后呢 我们看 FD.Lens 咱们要对 咱们的 这个文本 一行一行的读 首先呢 我们看啊 这里啊 就给大家讲详细点 咱们从这个数据的预处理啊 开始说起 我们看啊 咱们的这个文本啊 它是以空格为检据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在读的时候 也要按空格 为一个分格符 把咱们想要的元素啊 给它拿出来 我们看 这里Lens Lens 是以空格为进行分割的 就是说这个compens里边啊 它包含了每一个元素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诶 这里边 我们看它包含了什么 首先啊 它包含了一个路径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GPD 存在什么位置 后面这个84 16192 169 刚才说过了 就是说 人点 后面那十个值呢 就是说啊 咱们十个五个关键点 每个关键点 有两个坐标 这里呢 我们又加了一个东西啊 我们看啊 对于咱们的第一个 我们看啊 对于第一个compens 对于第一个元素里啊 呃 我们把这个双杠 改成了这个杠 也就是说呢 咱们来看一下 呃 我们看啊 读取的时候啊 可能读进来的文件的一些路径 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Windows啊 和Linux就不一样 对于Windows来说啊 咱们是使用这种杠 来进行一个数据的 就是来指定一个数据的路 那个位置的 但是呢 在咱们这个 呃 Linux里啊 咱们一般来说啊 呃 就是说 Windows啊 和咱们的Linux啊 咱们打开路径的方式啊 可能不太一样 咱们Linux啊 是用这种杠 来表示咱们打开 呃 就是说打开这么一个文件 它的一个子啊 一个目录结构是怎么样 然后呢 在咱们的Windows里啊 咱们是用这样一种双杠 来表示的啊 就是说 大家啊 根据自己的一个系统 来指定咱们这个 呃 怎么样进行一个分割啊 如果是Windows 你就用这种 如果是Linux呢 你就用这种啊 这个东西啊 还是很奇怪的 Windows啊 和Linux竟然不一样 呃 然后啊 咱们首先先拿到了一个 这个文件的路径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通过这个文件路径 把咱们文件的数据啊 图像的这个数据 给它读进来 下面我们来看 诶这个Bbox啊 咱们在这个深度学习 这个领域啊 通常用这个Bbox 这个变量 来表示咱们的框 诶我们看 这个Bbox变量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84啊 161 92 169啊 这四个值啊 代表着这个人点的框 比如说这个人点 这个人点啊 我们看啊 它还包括了一些上积 和一些背景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人点框来说呢 就是说更小的一个范围 诶 比如抗位鼠标 它是更小的一个范围了 就是说人点主要在什么样的位置 相对于这个图像来说 然后啊 对这个Bbox 我们看啊 其实咱们在这个文本文件当中 读出来的 它是一个Stream类型的值啊 就是说 不管咱们在文本文件里 怎么它的值啊 是怎么显示的 虽然来说呢 这个84161 看着啊 是一个整数型 其实呢 它读进来啊 都是一个Stream类型的 所以说呢 为了之后啊 咱们使用方便 咱们在这里啊 先要把这个Stream类型的值 先转换成Int类型的值 对于每一个值啊 都进行这么一个转换 再把下面这个好 这行直接略过了 因为这个我们看 是Not with Landmark 也就是说 如果说啊 你的这个TIT文件啊 是没有一些标注的啊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Emanion Path 和咱们这个Bonebox返回调 但是呢 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Label文件 它是有这些Label值的 所以说呢 咱们要对这个Label值啊 还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那么下面啊 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了 也就是说 咱们在实际做数据 预处理的时候啊 一个非常重点的东西 下面啊 希望大家能认真听 首先啊 看我做一件什么事啊 首先我先把Landmark 我们看有个NP.Zerox 就是说我先把咱们要做的 这个关键点的股价给它做好 我们看 我做了一个什么矩阵啊 做了一个五行两列的矩阵 也就是说 一会儿呢 要预测五个关键点 每一个关键点呢 是有两个值 所以说啊 我先把这个股价给它做好 一会儿呢 咱们就往这个股价里啊 添冲咱们的值 我们看啊 这里Full Index 因Range 0到5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对坐标来说 咱们有五对坐标嘛 所以说 咱们要对于这么每一对坐标来说 对于每一对坐标来说 我们看 第一对的坐标 它就是一个106.25 107.75 也就是对应着 咱们的这两个值 我们把这两个值 当成一对 输入到咱们这个股价当中来 我们看 现在的股价 它前面有两个值了 也就是说 咱们先构造这么一个股价 然后呢 往这个股价里添冲值 最终呢 组成了这么一个 五行两列的一个值 现在把它添冲完了 下面 下面有讲的东西 可能大家听着 有点稍微的复杂 但是啊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来画一下 我们先来画一下 比如说呀 这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我们最外层这个框 是个图像的框 最里边这层的框呢 是咱们人脸的框 我们看 对于这个人脸的框来说 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有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坐标值了 对吧 那么咱们想一想 咱们要让网络去预测 人脸的这个 人脸关键点坐标啊 咱们最终是说 哎 你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值好呢 还是得到一个相对的位置比较好呢 在咱们已经有这个人脸框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如果说让网络给咱们预测出来一个非常准确的值 就是说 相对于原始图像来说 这五个点的一个准确的坐标值 相对来说 难度比较大 但是预测什么来说 难度比较小呢 我们来看 假设说 咱们现在想预测的是一个 哎 我们这个左眼的坐标 相对于你这个人脸框来说 离你这个人脸框啊 有多远 比如说左眼就 离咱们这个人脸框 哎 比如这有一个X 这有一个Y 我预测一个相对的位置 是不是就容易一些 哎 比如说我预测一下左眼睛相对于这个人脸框的一个相对位置 我再预测一下这个鼻子这个点相对于人脸框的位置 是不是说要比你直接预测出来这个坐标容易啊 为什么 咱们来想 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做 就是说哎 咱们来看你左眼睛不管你怎么怎么变化 是不是说都大致在咱们这个人脸框的左上角这么一个区域上 你这个右眼睛无论你怎么变化 都会在你这个人脸框右上角一个区域范围上 你的鼻子呢始终是趋于一个中心的区域对吧 也就是说呢哎 如果说让咱们去预测咱们这些关键点相对于人他在人脸框在什么位置啊 要比预测出来他一个实际的坐标来说容易多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对于这个图对于这个A图来说 我们拿这个A图和B图 对于这个A图来说啊 这个人脸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假设说啊 我对于这个B图来说 人脸我是在这个位置的 哎 还是这个人脸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像 他这个绝对坐标 绝对坐标就是指相对于这个图像来说 他的绝对坐标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AB两个图来说 但是咱们来看相对坐标 相对于这个人脸框来说 B这个人脸啊 是不是还是相对于人脸框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右眼还是这样 鼻子也这样 嘴也这样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可以通过呀 预测这个点相对于在人脸框什么位置 能比呀 咱们预测这个绝对的物理坐标来说啊 更容易一些 一旦来说 咱们把咱们想要的问题啊 做一个转换 就会使得呀 咱们接下来得到的这个准确率啊 发生明显的提升啊 这个东西啊 不信大家可以做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两个实验 一个实验就是说 我直接去预测这么一个绝对的坐标 直接相对于整个原始图像来说 预测一个坐标 第二种方案呢 就是说预测相对于人脸框的坐标 那么其实呢 你预测完相对于人脸框的坐标之后啊 你还是可以给它还原成一个绝对的坐标 是吧 人脸框的坐标啊 咱们都是知道的 那么咱们这个相对于人脸框在什么位置啊 咱们也知道之后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相对的坐标 也转换成一个绝对的坐标啊 就是说呢 咱们最好是预测咱们人这些关键点啊 相对于人脸的一个位置 预测相对的位置来说啊 会使得咱们准确率啊 发生一个翻天覆地性的提高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点翻天覆地性的 这个东西啊 大家可以不信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些论文 所有的论文在做这个关键点预测的时候啊 不可能说我相对于一个全局的啊 我肯定是相对于某一个范围区域内的 比如说做人脸预测 我就相对于人脸框 做一个行人的检测 比如说你想看看人的胳膊在哪儿 腿在哪儿 那么你就要对一个行人的框啊 咱们都要对于这样给定的框 进行一个预测 好 那么下面给大家说完了 咱们这个东西的一个原理啊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代码该怎么写 那么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咱们要算的是 咱们的一个坐标相对于这个人脸框 咱们来看 咱们在咱们的文件里啊 人脸框给了 咱们的这个坐标也给了 咱们在求这个相对位置啊 其实就不是很难了 对吧 我们看这有个full index和one 因咱们这个每举的landmark里 在每举landmark里啊 这个one就是代表着咱们实际的一个坐标 这个bbox呢 代表着咱们一个人脸框 在这里啊 咱们看咱们求的是什么 咱们这个one减去box 是不是就是说 我这个人脸这个关键点 相对于你这个人脸框的一个差异啊 是吧 然后呢我们看咱们不光求完了这个差异就完事了 咱们还除了一个东西啊 除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我们来看 比如说啊 咱们来看 这个这个点 我们先算的是相对于人脸框这个差异x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差异值算完了 我们又除了一个东西 除了什么 我们人脸框是不是有一个长度 还有一个宽度啊 咱们除上的就是说 还要用x除上一个w 也就是说呢 因为啊 咱们的人脸有不同的长和宽是吧 咱们要消除这种长和宽给咱们带来的差异 咱们要算的 就是说 哎 咱们这个距离相对于咱们这个人脸的宽度 有是宽度的多大啊 就是说 咱们还要消除一些h和w自身带来的影响啊 就因为啊 不同一点 有可能带有不同的h和w 咱们要消除这一点 咱们算的是一个更相对的位置啊 这个相对位置就是说 咱们先算出来这么一个差异值 差异值呢 再除上你这个人脸的一个长度 x除上w 那么对于y来说呢 y就让它除上h就好了 这也就是咱们代码上解释的一个意思 我们看 对于x来说 x我们是算一个差异值 然后呢 除上这么一个w 对于y值呢 y值算完了差异值之后啊 除上咱们这样一个h值啊 就是说 咱们是用一个相对的坐标 相对于人脸框在什么样位置 用这么一个相对的坐标啊 来完成这么一个坐标转换的操作 我们看啊 接下来landmark就等于了这个rv 是吧 我们啊 要用一个相对的坐标来做这个事啊 咱们一共要循环好几次 咱们来等一下 那么循环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 一循环完了之后 咱们就给它添加到这个result里 我们一开始啊 定义了这么一个result等于个list 是吧 咱们在这个result里啊 要添加这个东西 分别是咱们图像的一个路径 以及呢 这个人脸坐标 我们再看这个bbox 这个bbox是什么 我们看这定义一个类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bbox这个类来说啊 咱们给它返回什么 给它返回的就是 它的一个x是什么 y是什么 hw是什么 h是什么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人脸框啊 一些坐标值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的第一步 第一步啊 咱们是啊 先把咱们从tlt 从咱们这个tlt里啊 读进来了一系列的数据 一行一行读 每一行数据呢 咱们都要做这些事 每一行数据啊 都要求一个相对的坐标 以及啊 人脸框 还有把它的路径啊 加进来 那么最后呢 咱们把这个result做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给它返回掉了 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行 我们来看 接着往下看 现在哎 我们看这个data 咱们就获得完了 这个data呢 咱们现在一共啊 是有一千一万个数据啊 这里才有个lons 咱们现在一共有一万个数据 咱们现在一共啊